消业障最快最好的方法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布施功德 首先无论是初学者还是久学者 我们都是业障深重的 业障深重的凡夫怎么办呢 那么千经万论共旨 往圣前嫌做榜样的告诉我们 法界当中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是我们 不仅是人道的凡夫 乃至是九法界众生的大依靠 你要认知这一点 为什么要把佛中之王说出来 佛肯定是超过菩萨 菩萨在阴地 佛在果地 十方三是有无量无边 不可说不可说的佛 阿弥陀佛是最高的 佛中之王 这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也是十方诸佛 伸出广长蛇向来赞叹的 所以十方诸佛 尤其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已经跟我们正重其事地介绍了 阿弥陀佛是我们拯救最殊胜的力量 我们就应该听话 一心归命便十方无碍光如来 就是那摩阿弥陀佛 远胜过于念其他的经典 念其他的这个咒 那个咒 消业障最快 最好的方法就是念那摩阿弥陀佛 观经说至心称 念一声那摩阿弥陀佛 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 告诉我们一切消业障的方法有种种 但最终无过于念佛三倍 所以你不要舍你已经在手头上的 佛尼宝珠 去寻找其他的东西 那你可真是叫业障深重 好好念那摩阿弥陀佛就足够了 消除业障力量最殊胜的 就是恭恭敬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造五逆时恶重罪的人 临命忠实 只要他一口气不断 头脑很清楚 真正能够忏悔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也能往生 佛在世时 阿蛇世王就是很好的例子 忏悔念佛往生 佛说世上品中生 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所有一切精颤都不能跟他相比 佛说阿弥陀佛根本秘密神咒经言 阿弥陀佛名号 具足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甚深秘密 殊胜微妙 无上功德 所以这和 阿弥陀佛三字中 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一切诸菩萨 生文 阿罗汉 一切诸经 陀罗尼神咒 无量刑法 事故 彼佛名号 即是为无上真实至极大成之法 即是为无上书胜清静了一妙行 即是为无上最胜微妙陀罗尼 而说即曰 阿字十方三世佛 弥字一切诸菩萨 佗字八万诸圣教 三字之中是具足 华严经也说 一切诸佛 为是一法身 念一佛时 即一切佛 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所以华严经反复强调 出地至实地的菩萨 始终不离念佛 而且是文书普贤菩萨率领他们往生西方净土的 释迦牟尼佛也大力推荐后世众生念佛 并且念佛是成佛的捷径 只要具足信愿 持明念佛 或者欲知时至或临终蒙阿弥陀佛皆引 瞬间就可往生西方净土 莲花中化生 即为阿弥悦智菩萨 即不退转菩萨 在阿弥陀经中 佛像荡基者设立佛 陈述西方极乐世界一正无尽的庄严 来启发大众的信心 信心建立之后 就劝与会大众应求往生以发愿 再开始支持名号以立行 尤其谈到这个愿的重要性 具足信愿 一定往生 某一大师在弥陀要解中讲过 往生与否 全凭信愿之有无 品位高下 全在持明之身前